这40号 已经快到五十了 汐爷 是不是皇上已经试了海瑞 主子 徐哥老来了 陈徐姬叩见圣上 朕又看了一遍 那个畜生骂朕的奏本 你也再看一遍 请皇上恕罪 恕谁的罪 恕海瑞还是恕你 回皇上 请皇上恕臣之罪 臣不忍再看这道奏书 说得好 事可忍 孰不可忍 是 不可忍 还有什么不忍的东西 要传给朕看 皇上圣明 有两道夹急的奏本 今天送来的 正要承奏圣上 依海瑞有关吧 一本有关 一本无关 按你心里想好的 先说那份与海瑞无关的吧 是 这份奏本是南之利巡抚坛伦 于七月初期从南京帝来的 有内宫上一届和南之利不正史司 都办的松江棉叶缩坊 第一批棉部支出来了 棉商棉农 宫中铁国 第一次便上缴国库 上等棉部五万批 中等棉部五万批 都已经装了船 正在运往景师的路上 七月初期的奏本 咱们快就到了景师 上交一些棉部 也值得六百里加急吗 启奏皇上 辽东那边和蒙古安达 停战合议的日期 只剩下不到两个月了 有了这十万匹棉部 蒙古安达便会很快扯兵 他们答应 上供天朝的两千匹马 也会及时交割 这次合议坛成 不只是今年 往后几年 北边的军费 都有大幅的裁减 每年国库 都可以省出一百多万军费 冲作他用 未解圣优 这样的消息 理应尽快地承奏圣上 天佑忠良 你们真这么想 朕也只好相信 该说与海瑞有关的那道奏书了 说吧 是 据广东巡抚走报 海瑞的母亲和妻子 是六月二十四到达雷州 准备渡海回海南穷州老家 可海期正有身孕 在雷州到了产期 是难产 官府因海瑞是罪臣 按朝廷规制 不能给他派郎中 海期再一战三天 泰尔生不下来 母子都未能包住 阿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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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 太 ciert是 淀了 阿滚 了 到了 俩 黄金 奴婢在 赏三竹香 是 广东为什么要上这道奏本 海瑞大不敬于君父 凡有关他的情况 地方官照例要急奏朝廷 你怎么看 回主子 据奴婢所知 海瑞是三代单纯 五十得子 七二俱亡 皆因他无君无负 弃国弃家 这是上天对他的报应 徐杰 起来吧 是 黄金 奴婢在 将海瑞的名单呈上来 是 这两道奏本 第一道是报喜 第二道是伤情 这样做 显然是徐杰等人上下一心 欲使家境赦免海瑞的死罪 家境突然感到一种 从来没有过的孤立 这使她难受 也是她万难皆受 现在什么时辰了 回主子 五时辰快到了 离处决人犯还有三刻 你刚才说 海瑞的妻子死在雷中 是上天的报应 既然上天都报应了 朕也就听天命吧 这个差事叫黄锦去办 是 还有三刻时辰 你走着去 能不能赶到诏狱 主子刚才说了 赶得上赶不上 一切都是天命 主子 闭上你的嘴 对 黄锦 奴婢在 平常怎么走 这次就怎么走 是 是 下去吧 公公 公公 主子说了 我一个人去 不许骑马 不许坐轿 赶得上赶不上都是天意 你先去一下 告诉镇抚司的人 等我的猪皮到了再行行 是 您慢点 你快去呀 是 有旨意 有旨意 海瑞已经勾掘 五十三刻行刑 接旨 是 七爷 有旨意 可是不在我这儿 勾掘海瑞的旨意 由黄公公送达 七爷 黄公公是走着 黄公公那条腿 真的没有骑马 也没有驾车 我说七爷 您今儿怎么了 都说了 快请起来吧 且等哪 打住 弟子在 谢神 是 谢神 我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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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不生重你 万古长如叶 康丰兄 你这道书带圣人立言 虽舍身而成人 光明常在 求人不能 取义不得 依骂名于金服 不知名于己身 皇上不让我死 何谈待圣人立言 你是说皇上赦免你了 一支蜡烛燃尽 需一个时辰 五十三个已经过了 五十出 五十末 康丰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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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赦免你了 皇上圣名啊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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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继位这么多年 这么多的措措 平时你们怎么就没个人敢于造谏 皇上自有皇上的难处 天下无不适的君父 趁得担尽本分去做就是 怎能伪过于君上 咱们多的委屈 咱们多的难处 你们都是怎么过来的 一个镜子 一个橙子 但凭这两个字作曲 这是大道理 有时候大道理并不管用 像那个韩瑞一样 说点实在的心里话吧 皇上这样问臣 臣就只好说些不甚恰当的话了 说 说 说吧 国朝以孝之天下 天下便是一家 大明朝两经一十三省 百诏生民 就像这一家的子女 皇上就是这一家的父祖 臣等便是中间的媳妇 凡事 大按着媳妇的职份去做 能忍则忍 该瞒则瞒 两头紧力顾着 实在顾不了了 便只好屈了子孙 也不能屈了公婆 我 那个海瑞在书里也说过 福天下者 陛下之家也 人未有不顾齐家者 人未有不顾齐家者 他见的是 臣没有关好这个家 没有当好这个军妇 现在明白了 臣已经老了 一种病缠身了 一种病缠身了 再想朕做起来 也管不好这个家了 原来 我的头个子 确定了 这些日子呀 臣一直在想 对了位 对了位 让渔王继位吧 万万不可 可求家人 多证 再多证 太阳 他 皇上 天高 父亲 他 借吗 对 父亲 父亲 对 皇上 天咱 太阳 御王必然举止失措 进退艰难 服望我皇上赡养龙铁 然后回宫侍朝 举百费而绝百毙 自我大明灿然忠心渴望 千秋万事以后传之子孙 宗赦姓神 天下姓神 许杰 臣在 你是真给朕开的药 在那边的柜子里 黄金不在 你替他给朕熬漏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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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有旨意 勾掘罪官海瑞一鸣 着黄锦传旨 不许骑马 不许乘坐车轿 若五十三刻旨意未能送达 是天命赦免海瑞 海瑞 罪臣在 谢天命吧 按大明律 臣骂君系大不敬 罪当不赦 海瑞弹求一死 以正伐殿 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 君要臣生 臣不得不生 闲吧 企大 其大猪 属下在 有旨意将猪皮烧了 看管好海瑞 是 王用吉听旨 罪臣在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督察院御史王用吉 承奏盐矿太监 会同地方官员贪没一案 朕揽之不胜惊骇 卓王用吉仍赴原职 吉赴南京 会同南之力巡抚谭伦彻查 一营人犯着速代拿进京 所有赃款尽数超莫入库 死难警民按官吏一体抚恤 钦此 皇上圣明 救救到了 救救到了 见过张大人 你们一路辛苦 参见世子爷 参见世子爷 舅舅 我有东西忘了没有 答应世子爷的东西 怎么敢忘呢 装了十几箱呢 可有样最好的东西 世子爷可不能留着 过天需到宫里去 敬献给皇爷爷 皇爷爷什么好东西没有啊 舅舅送给你这样东西啊 皇爷爷宫里一准没有 那什么东西 世子爷 你等着 慢行 慢行 轻点说 来喽 这大龟伯后字呢 这大龟伯后字呢 的确是难得的祥瑞 大半人这龟有多大了 世子爷啊 看龟甲上的字就知道了 后园是汉文帝七年历的年号 物银是后园初年 也就是说 这只神龟距今 有一千七百三十年了 会那么疼啊 世子 这只神龟啊 是汉文帝在魏时放生的 汉文帝是贤君 皇爷爷也是贤君 世子把这个祥瑞献给皇爷爷 皇爷爷一定会欢喜的 我现在就给皇爷爷送去 别那么急 王爷和娘娘还没看看呢 愧得国舅爷高老爷你们 这哪儿得来的呀 天将的祥瑞 早不出来晚不出来 就在我们动身前十天 有人从太湖里网到了他 不敢私留 送到了巡府衙门 谭伦谭那人知道我们进京 说好了献给世子爷 再让世子爷敬献给皇上 世子爷使不得 我请 王爷还在里面等我们呢 所以我去拜见吧 好 顾舅爷 张大人和高大人先办正事 我先去拜见娘娘 那好 请 张继正立刻敏锐到 一件埋藏在心底多时的谋划 有了一个最好的契机 汉文帝无为而至 只称贤君 家境二十五年不上朝 常常旷比文帝一字位 这时让豫王将这支祥瑞敬献上去 对豫王继位后推行大政 将起到未与绸谋的庙用 王爷 见过王爷 推得你呀 这么短的时间给朝廷弄来了十万匹棉布 安达这次何以坛城 化干戈为玉帛 能使多少生灵免受涂炭 王爷 天下事从来两难 干戈一息 北边的生灵自然免受涂炭 可这玉帛却是江南百姓的身家换来的 这话怎么讲 弯却心头肉依得眼前窗 墨卿 你还是把那边的事给王爷详细禀报吧 接 看 给朝廷送来十万匹棉布已经够难了 还弄来这么些个东西 高汉文夫妇也太破费了 有些是高汉文他们的孝心 有些是陈弟的孝心 陈弟长这么大 一直是娘娘赏给陈弟东西 自从娘娘赏了陈弟这份差事 总算给了陈弟一个回报娘娘的机会 才去了多久啊 哪来的钱买这些东西啊 我可告诉你 在底下当差多贪了一文钱 丢了我李家的脸 我第一个便不饶你 冤枉啊 小声点 你看看陈弟这身衣裳 这些日子 陈弟风里来雨里去的 连正经饭都没吃过 朝廷给的俸禄 还有我做生意赚的钱 我一个子都没舍得花 一半给爹买了些东西 一半给您和王爷买了些土产 您还说我贪 不叫你贪也是为了女好 可也没让你这么刻薄自己啊 才二十多岁胡子拉叉的 也不刮一刮 这是留着 让姐夫看 让她知道咱们李家人也在新牢王室 心眼啊 以后不要都用在这些地方 行了 把这些东西都抬到陈娘娘那儿去吧 是 姐 这些可都是我省下来送给您的 什么你的我的 王府的东西都归陈娘娘掌管 先进去把脸洗了 胡子刮了 再慢慢说 什么六三一 六成归田主和绵商 三成归朝廷 才一成给百姓 这样做 和阎松 阎世帆他们 当年在浙江改道为丧 有什么两样 张政府 你这就给我把徐哥老叫来 王爷 此事与徐哥老无关 王爷就是现在把徐哥老叫来 头非就是写一封信 殉职家人一番 可徐家如果料挑的不干了 那松江一带的棉房业 就没人敢干了 而朝廷想凭借扩重棉田 充实国库的大忌 就会立刻复制东流 兼并小民的土地 田主还不要给朝廷纳税 年不产的再多也归不了国库 反而苦了百姓 这样的大忌 不识也不识也罢 高汉文 你是柯甲出身 不要写沈义诗 王爷 王爷英明 朝廷当年在浙江改大为丧 已改坚振 两难自解的方略 正是我提出来的 其本意是为了 既兼顾朝廷又兼顾百姓 可正是因为严党制造局 利用沈义诗一半想着公礼 一半想着自己 一分不想国家 半分不想百姓 误国害命啊 才使那个方略功败垂尘 严党败了 杨公公疯了 沈义诗一把火烧死了自己 这都是我亲力亲见的 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庶人了 一杯酒 一卷书 一张琴 就可以度日 我出而经商 就是想亲自试一试 我那个既兼顾朝廷 又兼顾百姓的风略 是否切实可行 王爷指责得对 我高汉们学的是沈义诗 可我学的是前车之箭 有件事 本不想告诉王爷 这次与蒙古安达合议的 十万匹棉布 这么快能够凑齐 其中有一半 就是墨青他们夫妇 从自己家里拿出来 拾君之路 中君之势 是 墨青早已经隔了职 他现在一介不一 大可不必为朝廷这样做 就算我错怪你了 可你也确实大可不必这样做 百万抹腼腆 归本负习 纯利便有二十万匹 徐家和那些官参 为什么只愿意出五万匹 谈论这个南直立巡抚 是怎么当的 就没有法子管管他们 王爷 官参家的田地免税是祖制 他们的田地里种稻麦也好 种棉花也好 这一关就已经无税可收了 支撑棉布之后 自己也不犯运 等着棉商到家里来收购 官府只能在礼卡上 收到棉商的伤税 十成抽一 二十万匹棉布 朝廷最多只能收到 两万匹的税赋 这次要不是南直立巡抚衙门出面 又是李娘娘的弟弟 见着收税的差事 在松江免产地一边购买一边收税 恐怕连五万匹都收不上来啊 王爷刚才对六三一分成方略不满 殊不知能为朝廷争得三分 又牵涉到徐各老家里 还有众多的官身 谈论这次已经是扯下面子才干了 那就真拿他们没办法了 有办法 可眼下做不到 什么办法 改制 沈爺 王爷 我知道有些话 不是眼下当说的 可藩王不纳税 官身也不纳税 朝廷的赋税 全押在平民百姓身上 百姓不堪重负 就只能将这些土地 卖给那些藩王或者官身 如此兼并下去 总有一天 国库会一空如洗 百姓也会一贫如洗 再不改制 便就要改朝换代了 沈爺 沈爺 张局长 现在不说这些话的时候 王爷 王爷 有些话 现在必须说了 不能谋万事者 不能谋一时 谋一时 有时候就为了谋万事 我听李太医说 皇上的病 已经尘科难起 天崩地裂 也就几个月的试了 王爷当下 必须有所谋划了 现在该做的 就是叫李时珍他们 想尽一切办法治好皇上的病 沈爲儿臣 我不能谋划任何继于阶位的事 张师傅 你们都不能有这样的想法 王爷 王爷 若与列祖列宗的江山社稷相比 与我大明朝的天下苍生相比 俗语轻重 你到底要说什么 比方说 与蒙古安大的合议 他们身处荒漠 要的就是我大明朝的棉布 今年的合议 靠的是高汉文他们 送来的十万匹棉布 总算是坛成了 可明年的十万匹棉布在哪里 后年的 再后年的又在哪里 明年没有 战事又起 年年没有 战事便永无宁日 刚才我所说的改制 还需假以识 可江南 綿田赴税的改制 则刻不容缓 王爷 这能够不谋划吗 我现在 也不能跟皇上说 我更不能寄望于早日接位 来推行这些方略 带药西水 不用了 是 臣没有叫王爷有这些想法 臣只提醒王爷 为推行这些方略做好准备 什么准备 怎么准备 臣只说一件 王爷当下须做的 就是力炫皇上 留下一个人的性命 将来到江南改制 非此人不可 我知道你说的是海瑞 王爷圣明 将来要在松江一带扩重棉田 让那些官身大户一体纳税 最重要的一条 就是将官身兼并的田土 退还百姓 以一人敌万人 大明朝只有一个海瑞 秋决 皇上不是已经赦免了海瑞吗 王爷 皇上现在是个病人 而且病症多因丹药而起 喜怒无常 雨露雷霆 往往在一瞬之间 今日皇上可以不杀海瑞 也许明日 皇上就会突然杀了海瑞 王爷必须让皇上明白 留下海瑞 就是为列祖列宗的江山社稷 留下了国之利器 你刚才说 将来到江南去改制 非海瑞不可 可改制第一个会商机的 便是徐格老一家 徐格老为救海瑞 也是费了不少苦心 真让海瑞去了 如何面对格老 王爷想得深 江南改制势在必行 商机徐家也在所难免 徐格老有大功劳于社稷 有大德望于朝野 任何人去 要么无法推行新政 要么是置格老于绝境 只有这个海瑞去了 才可以既能推行新政 又能妥善地关顾格老 王爷 为了徐格老 也必须保住这个海瑞 替我拟一个奏本 我明天就去见父皇 受呵斥 被罢处 也认了 王爷 臣等早已为王爷准备好了 王爷死去 绝不会引起皇上不快 莫卿 把你带来的那个东西 禀告王爷吧 也是天意 来 扶朕起来 给朕说说头 主子 见自己的孙子儿子 又不是外人 就在床上躺着吧 父皇能不能等多久啊 快了 不着急 你 他们就是你们将来的主子 朕得给他们个好模样 他在床上躺着 他就在床上躺着 你也要把他拿到的 他就在床上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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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在床上躺着